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仰望星空 那我们此前呢有一个视频讲的叫你的视野有多远,里面已经介绍了我们计划在2023年夏天具体来说呢五月下旬举行的观星活动 我们很荣幸呢请到了慕夫天文论坛的创始人谢仁江先生能够来指导 慕夫天文呢是在中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天文爱好者的交流组织 那么谢仁江先生呢有多年的经验,我们在硬件方面呢订购了9.25英寸的天文望远镜 现在已经收到了,对于个人关心来说应该已经是相对比较高档比较好的设备 那我们应该能够有较好的效果,当然这个尤其是呢我们有专家的指导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找到这种器械啊,器件 但是呢能够有专家指导,锦上添花会更好的效果 我们还准备了投影仪,室外的荧幕 这样呢即使来参加的人比较多,大家也都可以看到望远镜屏幕的效果 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充分的准备 谢仁江先生呢在中国曾经多次指导有成年人 也有青少年学生这些天文的活动啊,欢迎大家来参加 可以联系我们这个email地址呢是caiastronomy at gmail.com 过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预告 那么具体的时间呢预计是在5月20号到5月31号之间啊 也可能在6月上去,我们会举行不止一次活动 但是具体的时间需要根据天气情况啊,我们过后呢还会再更新 那么地点呢不一定要在深山老林,要在非常黑暗的地方 比如说就在中小学的操场啊等等,这些地方也可以 因为呢天望远镜呢有较大的口径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说一些人工光源的影响 当然我们知道呢这个光污染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环境的问题 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活动呢? 一方面呢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吧 很多人呢对于天文感兴趣一方面也是从哲学,从人生的意义是吧 你想要了解到就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宇宙究竟是怎样的啊 那如果说比如你了解到银河系有十万光年的直径 仙女座星系距离我们有二百五十万光年 那么这还都只是宇宙的非常微不足道的一角 从哲学人生的角度来说对吧 那有很多东西呢可能也可以有更好的境界吧 不管你是相信神还是无神的等等啊 那从这些方面呢可能都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那如果从其他的哪怕世俗的个人的角度来说 可能也可以更好的开阔演技啊 这个是对于成年人 对于孩子来说呢 那么也可以更好的培养对科学的兴趣 我是北大1991级的 我们91级的同学呢 已经有现在是国家天文台的副台长 像这样前两天呢还参加了这个校庆的活动 那我自己呢原来在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呢 很喜欢去北京天文馆 北京天文馆呢在动物园附近正好距离我家比较近 所以我去过无数次 看那里的展览有些演出 但是呢那都是室内的啊 人为的对吧 就因为生活在大城市嘛 环境的限制 所以呢要亲眼看到比如说银河呀等等 其他的星星呢也都很不容易 那顺便讲到呢 我们知道大家平常看到的一些星星 比如说天狼星 织女星 比林星等等 对吧 那距离我们呢都只有几光年啊 或者几十光年 那都只是我们在这个银河系角落的这一个邻居啊 那银河系本身就有十万光年 是吧 有的星星看起来很亮 只不过因为它离我们相对比较近 那比如说在中国呢 这个IP啊 这个小说 叫三体 是吧 自己也有电视剧 是相当热门的 那么在美国呢 比如说这个星球大战系列 一般也认为呢 说这个就发生在仙女座星系里面 总体来说我们看到科幻啊 这些和这个天文啊 对于宇宙的认识 也都有密切的联系 我自己也喜欢科幻作品 而且据我了解啊 就很多人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 对科学 对这个宇宙的兴趣嘛 也都是从抬头看天空开始 毕竟呢 就像我们办绿卡是吧 这绿卡是手段 不是目的 那你的目的呢 还是希望能够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过生活 不仅仅是说要俯瞰大地 对吧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这个仰望星空 像英国作家毛姆说的啊 就月亮和六变式 那如果说你只是低头看地上 有没有捡到六变式的机会 那么就可能会错过 抬头看月亮的机会 那我们用天文望眼镜 能够看到什么呢 可以看到月球上的环形山 可以看到木星的卫星 而且可以看到土星的光环 可以看到这些行星 像月亮一样 那你看到呢 它有一个像月象变化一样 像月眼一样 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用望眼镜呢 就可以看到 因为同样受到太阳照射 有阴影啊 有圆缺 通过这些天文呢 我们也联系到了爱好者 在美国各地的 那我们这一次呢 会在华盛顿举行 而且像前面提到的 我会力争 举办不止一次 这样呢 只要你有兴趣 可以联系我们 有参加的机会 也可以带孩子 开阔眼界 增长知识 那么以后呢 我们也会考虑 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举行 像前面提到了啊 这个器材是一回事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呢 能够有专家来指导 比如说你想买一台望眼镜 你知道买什么样子的吗 你知道怎么样组装吗 对吧 怎样来使用 那么平常关心 除了说自己抬头 用肉眼看啊 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 或者说有什么 来自专业人士的指导啊 这方面呢 可能是更可贵的机会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题目是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 仰望星空啊 那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